2.3屋子 嗨,大家好,我是熊仔 今天來到高雄要來吃一家 看起來非常好吃的 冰火菠蘿油 這家店的名字呢就是好好味 而它的香港話呢要怎麼講呢就是 好好味 現在就出發囉 這個呢聽說是香港師傅來台 手工現做蜜製酥皮的 冰火菠蘿油 我要點招牌冰火菠蘿油 跟LV頂級 還有一個冰火機式菠蘿油 這樣就好了 不用 大家看這是 港式凍林茶 裡面呢有放那個檸檬店 不知道喝起來怎樣 這個招牌的冰火菠蘿油呢 裡面夾著一塊菠蘿油 不知道好不好吃 現在吃吃看招牌的冰火菠蘿油囉 喔 外面的那個菠蘿油 好舒服耶 裡面的菠蘿油呢 鹹鹹的 鹹鹹鹹鹹的 好吃 再吃一口 嗯 好喝 剛剛吃的這個招牌菠蘿油呢 我給他 六分 雖然好吃啊 可是不知道下一個會不會比他更好吃 現在就來吃吃看喔 接下來這個是 冰火起司菠蘿油 看起來很了不得 不知道好不好吃 這個是冰火起司菠蘿油喔 嗯 菠蘿油吧 就一點點鹹而已 然後加上起司呢 更鹹之外 然後一樣搭配外面的菠蘿麵包的皮 又甜又鹹的 比剛剛招牌的好吃一點點 剛剛吃的冰火起司菠蘿油呢 比招牌的菠蘿油還好吃一點點 味道也蠻不錯的 所以我給他 7點5分 好啦接下來呢 這個是 LV 頂級冰火菠蘿油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哇 原來LV指的是裡面夾著兩片菠蘿油 而且外表呢 也閃閃發亮的像 LV包包一樣閃亮 當然是開玩笑的 現在就來吃吃看囉 哦 哦 你那個 冰火起司菠蘿油跟招牌的一樣 一樣差不多 只是比他們兩個都還好吃 誰還要頂級而已 感覺到油有增加好多哦 比前面兩個增加一倍以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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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好吃 好像吃著LV包包一樣 再度上下一次 帶著走 這個LV頂級冰火菠蘿油呢 比招牌的啊 還有那個冰火起司的 還要好吃很多 好吃了兩倍以上 所以呢 我給他的分數呢 是9分 好啦 冰火菠蘿油呢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了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啊 當然還沒結束呢 剛剛呢還說什麼 有港式飲料要介紹 所以就是這個啦 港式凍林茶 裡面呢 有加檸檬片 先來喝喝看 哇 哇 這喝起來就像那個檸檬紅茶差不多 只是它比檸檬紅茶的檸檬還酸一點而已 不過不錯喝 我給它 7.5分 喜歡喝酸的朋友呢 一定會喜歡上這款凍林茶喔 好啦說真的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也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掰掰